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大家好,又是我Yanis 今天已經是書展的第三天 歡迎各位朋友來到灣仔會展 參加這個書展的活動 在這七天的書展期內 也有很多不同的講座 一些公開的講座 歡迎各位朋友來參加 詳情大家可以看看 場內的導演圖 有了所有的時間表 稍後下來 有兩位很厲害的嘉賓 會來到這個會堂 跟大家有一個分享 我現在身處在哪裡 在會展的二樓 會議室二號 有一個講座 如果來不了的朋友也不要緊 因為相信場內很多電視機 都會直播一會兒講座的情形 究竟這兩位嘉賓是誰 他們分別是蔡蘭先生和魏康先生 魏康,大家都認識他 相信很多香港人都看過他的書 魏斯里、袁振俠 好像是陪著我們香港人長大 我真的很佩服魏先生 有這麼豐富的想像力 可以寫到這麼多這麼精彩的書 另外蔡蘭先生 大家都會在電視機上 經常見到他和美女一起去旅行 喝喝吃吃 很懂得享受人生 究竟這兩位嘉賓 他們當初是怎樣認識對方 他們怎樣相處和溝通 一會兒在講座 相信他都會告訴大家 在我的心目中 我覺得他們兩位嘉賓 共通點都是一個很喜樂的人 以及他們大家都很幽默 千萬不要錯過 一會兒回來就和大家見面了 以前不知道為何外準時 現在才明白 爸爸教諾準時 爸爸教諾手若然 諾言 諾言 別再告訴別人 我教你講廣東話 好 我家裡說 這是我的廣東話老師 所以今天一定會加在一起 爸爸教諾 我家裡教諾 守諾言 很多東西 以前不知道 現在才知道 原來每一樣教諾的東西 都是像一條船一樣 像一個鐵矛一樣 很堅固的釘子在海底 所以我們做人絕對有方向 不會說沒有方向 這是好的 其實蔡蘭進步了很多 我叫何嘉麗 很久沒有做這行業 今天情商來做這件事 我記得當時跟蔡蘭做節目的時候 錄了一個小時也錄不到一句話 但她剛才竟然可以自己 一直說了這麼久的東西 我還是很有進步 藝康先生,你怎樣 聽說你的廣東話清鎖了很多 沒有,我廣東話一向都是這樣 不是,真的變得好很多 這個大家容易聽得懂 是因為現在大家聽 這些廣東話聽多了 最近十幾二十年聽多了 所以以為我廣東話清鎖 我都說沒有清鎖 其實你們寫東西是用廣東話來想 還是用白話文來想 當然不是用廣東話來想 用廣東話來想 應該是在那些 你看那些蘋果日報的那些色彩版 用廣東話來想 不過我寫詞,我很喜歡用廣東話 我覺得廣東話有時候很煽動 比鱼魚生動 是,但是合得好處的時候用一用 你整篇文章都用的話 那樣的情形就局限給香港的讀者看了 給廣東話的讀者看 我們的文字寫了,希望多些人看 所以我一定要用國語比較叫所謂的標準話 用國語思考是 訓練得靈敏一點的,頭腦 而且看其他的書也要寫國語才能看得到 是 如果只寫廣東話,看其他的書比較實在 是 尤其是中國大陸的作品,有很多好作品 會錯過作 是 其實我們今天會否有現場發問 有的,有的 如果你們有甚麼想問,你們可以預備一下 是的,因為我們所謂的… 已經說了沒有甚麼主題 那麼嚴肅的東西 強行叫我們做個主題 我們就說,我研究三十年內的 甚麼甚麼,細手間條 中華民族之前途才來 好,就由這裡開始說起吧,藝先生 我不懂演講,我只懂說話 你問我,我懂得說話,都一般地說 是的,所以大家… 有這個…有沒有工作人在? 不用,這個廳也是洗得很可憐的 所以有甚麼問題,舉手大聲問 我們就聽到 我們當作一個交談 我們…我和藝康兄一向做的所謂的演講 都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自己說自己喜歡的話 不一定你喜歡聽 不如你們問的問題 你們至少有一個人喜歡聽 是的,真的 那不如我先開始問吧 好… 你們慢慢想想吧 對… 問了你們,不回答就行了 不過其實是我自己的好奇 就是藝康,大家都知道 他對於共產黨有一個看法 也有些人說,譬如基督宗教 都很像共產黨 但你又相信基督宗教 你覺得那兩樣東西 有甚麼共通或有甚麼不同的地方 令你選擇一樣,不選擇另一樣 基本上兩樣東西真的都差不多 都是有些無條件的順舉 不過一方面開出來的價錢好一點 就順利各方面 好像拍賣一樣 讓我加高姐,上帝比我好似好似多一點 這個比喻… 正式的… 我是一個非常淺乘的正式的教導 大家不要以為我是開玩笑 不過我自己覺得很虔誠 香港其他有些教導 好像不太認同 其實不需要別人認同 如果是別人認同,上面的認同你就可以了 如果是認同你的話 所以…我們教會也不太選擇 我去到教會,一通牧師 上帝叫我甚麼甚麼,他們都會笑我 上帝叫你甚麼甚麼,他們都會聽到 我真的聽到,他們不相信 他當然不會接受你說 上帝跟你有通話 對,他就沒甚麼工作 因為他沒有 如果他跟你聊天,他沒有 他沒有 不能聊 蔡蘭,你有沒有宗教信仰 我真的不知道 我認識了你,你也一會兒了 一會兒幾十年吧 一會兒幾十年吧 沒有,沒有幾十年,你怎麼搞的 沒有幾年,現在也沒有幾年 傻了 剛出生 甚麼 剛出生就認識了 我認識你媽媽 蔡叔叔… 你有沒有宗教信仰 這個… 我就覺得一個略為有知識的人 就沒可能接受七天中間 就組了一個世界之類的東西出來 蔡、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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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聽這句略為有知識的話 對,我…我知識不夠,我贏了 不過大家都知道我知識不夠 我又沒有流過學,又沒有讀過書 又沒有學力,學字又不多 唯有做學… 又不懂英文吧 又不懂英文,又不懂日文 不用這麼誇張 我最好是撥火 剛才說他們兩個不出聲 我不知道怎麼辦 現在我都撥不知道多好 甚麼都不懂,又不用腦 所以她說到現在… 是的 又不夠高 你看她看到白頭髮 我一只把白頭髮都沒有 誰用腦,誰不用腦 回頭分得清楚 不是,我聽人說 過了某個歲數就會變成黑髮 沒有… 錯人未到 不要… 我認識錯人較長的 所以我會幫她 不用幫我,我被她帶慣了 慣了 所以你不相信沒有甚麼宗教信仰 你們想到事情還未? 不是,就是… 真的老實說,法教和基督教都有一個說法 叫做智障,不是低B的智障 即是接觸不到 就是智識障,你智識太豐富了 就有一個障礙,障礙你之間神 是,所以其實是的 那些小朋友,他們聽起這些信仰時是好一點的 你在找這種東西嗎? 沒有,像我老婆說了 你這樣的人都做教徒了 這個教學好多有限 這個學家黎小姐除了做教徒以外 現在去神學院就快畢業了 不知道是否畢業,不是快畢業 不是… 是的 是神學院嗎? 是的 不是中國神學院,是天主教的聖神生院 神學院所為何事?神學院做甚麼? 神學院做甚麼? 神學院當然是…我這裡是雲吉 人家是要培育神父的 在黃竹坑的那個聖神修院 我們現在的神學課程是被神父讀的 但早前十年左右 就開始被一般的平信徒 其他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也有來讀的 就讀四年 你如果不所謂,你不是神父 你變成了神母 還可以,神女可以嗎? 可以多賺一份 神女不是阿虎,是春見,對嗎? 神母是神,神醫吧 神醫很好,伯母…伯母 不是的,我想讀一下而已 我還未知怎樣 我覺得神是不可研究的 是不可研究的 對不起…忽然間討論是中國問題 中國問題是最悶的 最悶的…不要辣 兩個問題不可以當中討論 一個是政治問題 一個是中國問題 三個是… 但這個廳這麼小也不算很重 你真的不打算問問問問就走,是嗎? 有…剛才那個先生買不買 先生,你大聲一點試試 這本甚麼書,你再說一次 是誰出版社的? 是嗎?你給他一支咪高峰 你拿著咪高峰,他會說甚麼 想問問蔡先生這本書 其實… 甚麼名字 好… 大家不知道找到嗎 老友寫老友 好… 今天是老友說老友 對… 蔡先生,其實寫這本書的目的 是想怎樣 以及想跟我們分享甚麼 我看都是賺錢的 說到我心裡了 寫本書的那本書有多錢賺 真的,你覺得… 寫書的人真是最淒涼的 老實說,我寫了五十年了 我現在不用做事 那些人再放又再放,在那裡收錢 天天… 另外兩個朋友最淒涼的 都等了回來,不用理會他 我們還要負責接送 那你真的沒有合作 寫這本書 因為很多認識的藝康先生的朋友 都一直問我 有沒有跟他通電話 有沒有跟他通電話 我每一次被人問得多 我就寫出來 好像說哪間餐廳好吃 我就寫出來 寫寫寫寫寫寫 咦?原來這麼多篇 那我就寫出書了 我這本書的書名有些問題 不是應該在藝康行畫 應該是行畫藝康 行畫藝康行畫很好 是啊,這本書真的有問題 就是以前的一篇三篇 就是《行畫王帝》 應該是這樣 下次再版的時候回來 真的 應該有再版的時候 不是,都可以的 只是關於藝康的閒畫 藝康的閒畫 大家不要相信 這本書是假的 傾向於美化了,是嗎 不是,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我想罵別人 就得罪別人 我就會說說,他會說的 沒事的 但是…就是… 我寫的東西多數就是我的日常生活 我的朋友 我的對話 其實是很平淡的東西 我沒有聽過你寫你女朋友 如果你日常生活的話 他不肯寫… 他不肯寫 寫不知她寫多少半 不是,我這個人的個性就是… 我將有甚麼好東西 我會跟大家分享 那老婆、女朋友,怎樣分享 這些… 即是不是好東西 當然了 你也聽聽說話 蔡太太不在,是嗎 對 我很害怕她 這個更是輕友至於極點 原來男朋友就可以拿出來分享 小朋友就不可以 真是害羞 朋友… 我的朋友是出賣的 出賣的 分享的 原來… 真是害羞 蔡太太的三文 你不要看她自己說是平淡 她的三文最好處就是 在平淡當中的健功夫 其實是很難寫的,非常難寫 而且她可以連連寫得這麼多 我想說全世界的三文家 她是世界紀錄 沒有人可以寫得超過一百本三文集 她這麼多 所有生活當中的點點點 全部用最淺白的文字寫出來 讓大家感受得到她的生活是怎樣 個人的生活 真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 社會生活真是反映全世界的人類的生活 所以非常有價值的她的三文 謝謝… 掌聲鼓勵 掌聲鼓勵 謝謝… 掌聲鼓勵,總之聽到一句好話 我自己都寫三文,我知道 我三文… 她叫我… 但她寫最難的時候 我說我的最難沒甚麼看頭 我唸古也沒罵共產黨 沒…沒…沒第二味 都出了兩本書了 不寫就寫,是嗎 不適合的 果然被人罵,不發的 過了五十年還算罵有鬼用 沒鬼用就這樣罵了 我想跟大家說一聲 不好意思 因為電話剛剛換了不久 我到現在都不懂怎樣令到她… 我只是嘗試令到她… 你聽到你不懂得刪掉 刪掉也不懂得刪掉 好…我現在刪掉了 那…繼續吧 其實你不寫又寫 你們怎麼分佈的 最初一人寫十五天 現在好像蔡蘭 你寫兩篇,又到危康寫 我沒所謂的 我剛才一大大稿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她不想寫 你就拿我的填充 她想寫,就做她那些 我們又沒時間性 你是怎樣?寫定一筊稿 還是你把舊稿更新一下 我的稿沒有時間性 即是你有空就寫,有空就寫 我沒有時間性 十年前又是這麼久,現在又是這麼久 沒有用 這個就是… 寫作人也有些天分的 和沒有天分的 這些就是有天分的 她一寫可以寫成答的 逆書也是一寫寫成答的 交稿,我記得逆書交稿的編輯跟我說 是成一張紙的 二十多萬紙這樣交的 一寫什麼,好像周刊什麼 一寫五十二篇 但是他們就很容易… 不關我寫 因為我和耶穌說一輩子 除了香港那麼多寫作人 只有我一個人是專業寫作人 除了寫作之外 沒有任何其他工作 所有人都有其他工作 所有寫作人 無論他寫多少個,他一定有其他工作 好像崔先生更加不再說 他的工作不知道多少 逆書現在算了嗎 逆書去了加拿大之後 當然都是全職 當然,全職 他也是另外一個,他媽媽來的 他照顧弟弟哥 都大了 都大了… 女生越大了,越照顧 很辛苦,做媽媽很辛苦 做爸爸辛苦不辛苦? 做爸爸比做媽媽舒服 我覺得 男人一定比女人舒服 女人很辛苦 所以我主張是家庭當中 對女兒一定比對兒子更好 這件事你兒子說了很多次 好像說小時候水不夠暖 都是你先把他丟進去試試 當然,難道是把女兒丟進去試嗎 你瘋了 一定的 這是真事 我每次在危陣說起 我會覺得不會吧 所以我現在得到很證實 一定的 總會只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難道是把女兒丟進去嗎 不丟,女兒就是為了要丟兒子 那就對 我自己私有沒再用 老屁老骨,別再用 她很頑皮 明明死不夠 她說死了… 但是我女兒下去時 就凍死了 她真的很聰明 很昏述 一有其父,哪有其子 我比較笨,她的聰明率多 還有誰說有甚麼問題 這位你說 這位先生 大聲一點 說也可以 不是,她有麥克風 這位,好的 好,你再說完再去吧 不好意思 阿姨先生說不寫,又再寫 蘋果日報也有半個月 都有她的稿 其實阿姨先生說配額用完 不可以再寫圍斯里 那有可能配額 再寫圍斯里 再寫圍斯里 繼續下去 如果再寫圍斯里 應該會很震撼 不,我應該會 對於我們讀者來說 我不明白 有這麼多朋友用過寫圍斯里 你們舊子都沒看完 你真是為何這麼高興 你沒可能看完我的圍斯里吧 有,我看完 你沒可能看得到… 現在唯有看完再寫圍 我有一百五十多本 你完全看完 我後期的那些有看過嗎 我看完後期的那些 最後那本… 厲害… 也看完 厲害… 像你這樣,先生,多一點… 所以你現在這樣清風兩袖,是嗎 就是因為… 百多寫圍斯里 唯有再寫圍斯里 他說像你這樣的人,多一點就好 可以… 不過我的手寫肯定不行 手寫很辛苦 我那套羽英… 即是星雄打自己的那套東西 在美國又忘記帶回來 這裡又… 這裡又買不到 你叫我… 有一件事叫秘書,輸入法 你不知道嗎 就是你過小生,用秘書 我用一個紅袖添香在旁邊 我自己吃飯也不夠 還要弄秘書 我現在身邊只得了八大桶而已 還有一張甚麼獎者卡 獎者卡呢 有獎者卡 有獎者卡 對,不就有兩張吧 兩張獎者卡 很安全的 去海洋公園不用錢 千千小倫不用錢 坐巴士要… 坐巴士半價 半價 有沒有生果金 生果金快要拿了 所以那天他有電話訪問 說你有沒有賺錢加三個斤 他說當然要贊成 說最好加多少 最好加一萬 說有那麼多 我快要拿兩張 那些電話訪問很滑稽的 我講句題外話 對,沒必要 最滑稽的就是債務公司 天山你有沒有賺人債? 我說有,賺了很多債 你不如坐在我這裡 我好開心 我問他為甚麼 你這裡也不用還 我都要… 喂,這些… 有人真的住在他那裡 我問一個人要還 為甚麼住在他那裡 你真奇怪 這些生意都有人做 真是古怪 真是古怪頭正 挺好的 你願意這麼耐心地聽他們說 他們可以保持著他的工作 你不像打電話 你見到這聲音 九個都很漂亮 聲音很漂亮,是嗎? 我又有空做事 吃飯飯飯吃飯 聊天 我想這些電話 ned 打來電話有個統計的 所以… 打來的艾康先生 這裡很多 是有紀錄,他願意接的 是他願意接,和他談 每天都收到 聊半天,一時談,不停的聊 我說一聽到,就馬上叫 為甚麼你這麼忙 我現在很兇的,有些狂操症 操狂症 操狂症 原來女兒有些操狂症 甚麼生意都要有人做 轉移債務都要有人做 有人聽她說的,她有甚麼好處 那初頭可能利息會低一點 你跟人聊了一整天,竟然問不到 你只是問了別人的電話 然後讓人去街上 甚麼讓人去街上 你說甚麼 你只是問了別人的女生電話號碼 然後讓人去街上 我沒有問她的電話號碼 很嚴肅,現在魏康叔叔說話很正經 我一向都很正經 真是氣有此理 你覺得我不正經 我發現我們三個人可以去講上星 下面消聲很多 不過後果論 你主角,你灰國 這位,這位 紅帽子 紅帽子 雖然長字不算大 但沒理由只有一支咪在下面遊走 我想問問你們兩個各自寫這麼多書 你們最喜歡哪本自己寫的書 多數這些問題 一定得到行貨的答案 就是下一本書 我們每一本書都花了很多精力 很多心思去寫的 所以你說哪本很難說 哪個女人最漂亮 每一本書都喜歡的 都喜歡的 都喜歡的 這個就是問一個很多子女的媽媽 你最喜歡哪個子女的一樣 沒有答案 本本都喜歡的 本本都是最厲害的 本本都喜歡的 至少我自己覺得本本都喜歡的 我也是 我也是 本本本都喜歡的 還有哪位 好,這位 這位 哪位 大聲一點也可以 我看有黃占本書才知道 天龍馬龍是藝先生 他經常代寫的 他經常代寫的 這個代寫的事實 不只是黃占說過 很多人說過 是的 我想知道其實藝先生 在寫到何時才被金融先生接手寫 還是你寫完之後 金融才再全部改過呢 因為我聽黃占說得很好笑的 他說由於你答應過金融先生 不准寫死他的主角 於是最後他就說 盲的,金融就改到開眼 斷手的就把手拼回來 睡了武功的 他就改到又灰獄回武功 我想知道其實藝先生 你寫到何時 金融才接手 再寫還是寫完之後 他才全部改完 從頭到尾都是更容易寫的 不過我寫其中一段 他要離開大約兩個月 報紙又不能斷稿 那些小書報紙上是連栽的 他就叫我寫兩個月 他說你自己發展另外一個短篇故事 強硬加進去 到他回來的時候 他就刪除了他 他就駁上去 就在那幾萬字而已 那幾萬字跟天龍百步完全沒有關係 其實聲音不是施理 是嗎 但他在那時候 他就說你不要死人 那個人我也有用 你不要… 一個人也不能死 但你知道我那個人很調皮搗彈 我很討厭其中一個阿子 他上午上飛機 我下午已經睜了他的眼 他回來,他罵我 跟你說過我不能斷稿 我說我沒有死,他會受傷而已 對吧 你不要小說打打殺殺 一定有受傷的 受傷都沒有我寫你 我沒得寫的 我是特地看他 看他一個好主… 我明知道阿子的角色很重要 看他整眼後 他大小書家來的 我看他一定會收拖 結果金融先生 從阿子望眼過一段 發展出他跟油彈子那段感情來 是天龍八步當中 最猜疑的一段感情來的 大小書家真是大小書家 我所以對他的佩服有道理 再探討 那段東西發展得多好啊 你那段東西如果阿子望眼 他丁通油彈子 看你外 他一看到油彈子這麼怪傷 他就知道他是誰 他不會跟他彈 那一條手掛斷了下來呢 手掛斷了下來不關我的事 不關你的事 誰…天龍八步 誰的手掛斷了下來 不是天龍八步 他說楊過 楊過不關我的事 楊過有另一個人對他 跟他過不去 所以先把他的手斬掉 看看你又如何拼下去 楊過… 我們看到他的情緒很好 張赤同學說 這段情緒可以偷來拍電影 他說當然是 很容易拍 你不用拍他全部 只要拍他那一段已經夠了 那就是可美的獨臂刀 金陽先生說過 他也說你也不用整個成本 天龍八步 什麼改 他說你拿其中一個人物 其中一個情節 你連改都可以 都已經是一個電影劇本來的 你何必這麼悲心 買了整部電影 結果又拍不到出來 那些電影劇本來是不能拍的 只有長長細細拍長篇電視劇 現在電腦的技術 史伯寶也說過 就是你想到什麼場面 就可以拍得出來的 所以用電腦的動畫 是可以把神雕 全部都拍得出來的 應該下一輩的觀眾會看到 現在大陸也沒有人夠有魄力 現在拍電視劇亂來一通 一掌過去 對面那些衣服就爆炸了 還比火箭袍還厲害 但不是 我猜譬如蔡蘭 你以前做電影製作的 你會不會很羨慕現在的人 譬如以前你搞千鈞幻畫 第一,就沒有那麼多臨機 第二,就是你真的要幻想那座山 譬如會爆炸 你可能搞很多東西 都是噗一聲 噗,就沒有了那些煙 你會不會很羨慕現在的人 電影製作的 不是,一個年代 一個年代就是這個年代 有沒有說故事,說得清楚一點 如果說故事,說得清楚一點 已經是很大的成就 現在電影製作的沒有故事 對,所以就是 我那天被我兒子抓去看那隻蝙蝠俠 從頭到尾,我都不知道誰是蝙蝠俠 真的 經常見到那些人走過去 突然那邊爆炸,那邊死人,那邊又怎樣 蝙蝠俠出來,我知道他有一個蒙著臉 然後他脫了臉,我就不知道他是誰 有沒有故事 很多都沒有故事 坐在廁所和我老婆兩個去廁所,我兩個吐氣 我真的想說,真是說話 現在的電影不關我的老婆看 但看完之後,那些年輕人都故障 覺得他好看得不得了 那天他看了什麼,刺客 刺客什麼 碰一槍打過去 我想安琪,Angela,Jolene 我不認識誰是誰的 子彈會轉彎我,飛了幾十里路 轉彎,飛了幾十里路 其實都是抄武俠小說而已 那些什麼血的子 這些不是武俠小說 這些已經是神仙小說 放飛箭,兩十一次 一邊見光出去,三十里路 一個人就死了,就是這樣 有的,以前有個血的子的暗氣 那些時候你要見面 你要砸了頭,見到血才走回頭 有點緊 這些是法術來的 那倒是 是 卓山傾客主流已經是 你們兩個現在經常去旅行 是,有時他願意去的話就最好 但是這位仁兄是不願意去的 我很怕旅行 是,所以我唯有他去旅行 唯有阿姨太去旅行 我老婆喜歡旅行 阿姨太喜歡,就一起去旅行 寫命陪君子 誰陪君子 阿姨太是君子 寫命陪君子 你為何會覺得是寫命? 真的很害怕嗎? 很害怕嗎? 旅行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其實也不斷… 在蔡蘭巨旅行團 我也去過很多次 可能延長… 蔡蘭旅行團當然最舒服 不,很舒服,怎會辛苦 只要做皇帝這麼做 我想你要求他給八人大橋台 他的兒子 最近我自願去台中 在鱷魚壇旁住兩晚 他說去那裡去書展 現在我打電話給魏空兄說 去不去啊 他說我不去啊… 結果我唯有用… 又是用那條招 又是美式 又是魏太 打給魏太的兒子 他說我去啊… 真是殘忍 唯有去 今天我叫他一起來聽廣話 他說我從來不聽你的廣話 你沒有句真的廣話 聽你做甚麼 這麼真的人,他說沒有句真的 幾十年夫妻 都出現五十年了 五十年了,不過我握過他兩、三次 他一輩子記著 他一輩子記著 不是,一次多久 或者一次就騙了三十年 雖然是一次,你明白嗎 當然了,嫁了他已經騙了 在現場有甚麼問題嗎 好,怎樣 這位中間的粉紅色衣服,小姐 好,就這樣說吧,聽到的 我想問一下偉珊是否帶白色衣服 有沒有帶甚麼 白色衣服 白色衣服 有沒有帶白色衣服來 這是白色衣服 白色衣服 白色衣服 蕙斯是你的白色衣服 我蕙斯是你的白色衣服 你突然說出來,嚇到我 甚麼白色衣服 這個人有沒有一些新的想法 有些新的故事可以給我們 就去武羅,如果讓我寫吧 是不是 你問蔡先生怎麼看偉珍利 就這麼多 他不看偉珍利 這個有些相確的 是餘地 是餘地 我不看,但我拍了幾部 是,是來自你 賣了很多版權 他拍老貓 他拍老貓叫我去黑色衣服 說你有一隻狗受了傷 你抱他去醫院 只要做好,給雙方的表情就行了 我看他覺得很容易 那隻狗要走幾步 結果去到車上 看那隻狗比我的頭高 250多公斤 那隻狗說頂部 這個表情不用做了 懶著牠不走也不行 他找到那隻這麼大的狗 這隻狗真的是我見過最大的 總比狀傲 不知道會有這麼大的狗 那隻狗叫拿貨倫 很順 但真的順得不得了 還有 是 是 小姐,你好 我問一下蔡大靈先生 想問一下 其實你們兩位 他們很有關係這麼多年 其實是靠什麼去為啟的呢 是不是經常跟蔡大靈走菜欄呢 還是經常跟蔡大靈走 可以忍到你去外國回來 一次都沒有跟過我去逛菜欄 我認為所有好朋友和好關係都是基於互相信任和欣賞 是 而且兩個好朋友之間必定有些人來講壞話想破壞 你信不信他 我十幾年前有一次我印象最深刻的 不關於古龍 有一個人特地從台灣來 我跟古龍有好朋友來 跟我說古龍說 古龍背後為何罵你 罵你 所以說了背後 我說古龍罵我 我一定有 我有被罵的道理 讓他罵一下 後來我送他出去的電梯 我說你不知道有句古話 來說是非者必是是非人 我跟古龍關係這麼好 搞得不出來 西山同學都有好處不聽這些行話 所以有意得異常會維持 這些世界上無理會人多 我們倆當然不會聽這些行話 但那些講壞話的人 最壞不是在我們那裡說 而是在偽太面前說 是偽太面前說 我為甚麼不知道 這些是甚麼朋友 叫他去拍戲 叫他去做貴公 不是貴公嗎 這是嫖客 嫖客… 那個鼻瓢那是離智 很忘記 這是好的問題 對,看對方是誰 偽太也不會相信 偽太回答得很欺負 偽太回答得很欺負 沒錯,他就是 真是怨王 最好想說西山有一次介紹我 介紹我拍四千斤的爸爸 爸爸是作家來的 最優秀的 四個美女做我的女兒 多開心,這些戲 不收錢也可以拍 頂著電影公司的老闆看不遠 看我的相片看不遠 這個人頂著看也不像作家 那邊有一位先生 廖南先生 我等了很久問你 有甚麼渠道 能夠參加你美食旅行團 我是… Cherry 有甚麼渠道,是嗎 現在有一個網 這個… 你想說… 賽蘭旅遊,打四個字就可以了 那你… 你那個燭星麵 我想… 找找也找不到,到底在哪裡 現在都是賽蘭旅遊 這四個字都有的 都有的 是否要打Bobo旅遊 還是賽蘭旅遊 我想中文和英文都會連起來 在香港還是在九龍 這個… 你說的網站還是說的 燭星麵 那個網站是全世界的 全世界的 其實賽先生的助手也在 可能他可以給你電話 賽先生的旅行有個好處 就是吃到很多古怪的東西 去年… 我們去吃了很久的肚子 那些肚子這麼漂亮的肚子 不要說吃了吃 看顏色已經夠漂亮 我剛去完北京回來 有些人請我們吃大九寶 我心想… 唉…我又想起你的肚子 北京肚子應該比日本人好吃 現在不好吃 不是時候了 肚子應該是好吃的 以前有一個說掌戒吃 掌戒吃 鳳化肚子 這樣我走過山山洋 有一個… 買了鳳化肚子 我拿一個來試試 一試試 我又放回來了 好味道 肚子有樹上熟的 樹上熟才好吃 好,從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人 是的,各位 蔡先生和霖先生,你們好 我想問一下 其實你們認識了這麼多年 我有幾個興趣 想知道你們最初是怎樣認識的 最初就是… 我從日本回來 住在邵氏的宿舍那裡 我的宿舍對面住了岳樺 那時候岳樺的女友是易書 那時候就… 易書說 有一天我去探望我哥哥 我說好… 這樣就帶岳樺和… 易書和岳樺帶我去八達山街 見藝漢先生 這是第一次 不是的,好像是第一次 好像不是 我還以為… 其實剛才他說 當時我玩的女朋友是易書 易書的男朋友就是蔡蘭 我玩的易書是女朋友 那兩個人的關係不錯 住在對面也不錯 第一次我說易書 帶我去你的家 他說有個年輕人 有個年輕人說 我去日本回來 好玩都不得了 跟我說幾次 好玩都不得了 我去玩一下 我去到他家 你家裡我記得 一半是鋪著榻榻米的嘛 是啊 有個電飯煲的嘛 拿去電飯煲來 例如那些殺戒人 搞到他家裡一塌糊塗 輪走就不知道 拿到他一件好玩的東西 我想說 你一次過 你下次沒交易的 你這樣說 聽說 他完全不以為意 覺得很開心 我說你… 你危水都跟上去的 那些有趣的 是危水拿的 好像是中文的 看到有個鐘 拿什麼 是不是拿 拿走 拿… 我女兒無法無天 看到什麼人拿 我女兒有個花名 這些殺戒人都猜不到 她的小女兒 兩、三歲到五、六歲的時候 我所有朋友都叫她這個花名 人這些東西都猜不到 西藏人都不知道這個花名 知道 他叫毛澤東 她的小女兒 她的行為和尚而治 過了十幾年 我馬路上遇到小思流 很久沒見 小思流知道我喜歡女兒 一會兒問我 摩托東是嗎 摩托東死了很久 我嚇到她說 為甚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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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了就死了 為甚麼會 我女兒現在記住 記住了很正常 至少我自己老得看 記住了很正常 是那位先生 是嗎 來吧 你說吧 Toy San 我看了很多的飲食節目 是 在飲食節目 每一集我都見你 無論到哪兒都好 你都會說那塊是你的好朋友 如果真的容易認識好朋友 你不會去到一個地方吃到好東西 都公安做的 是你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 我們認識好朋友 你認識別人是一個好朋友 很容易而已 人家認識你的不是好朋友 一切生氣的性格很坦誠 而且很熱情的人 很容易交到朋友 我最記得當時的譯書說 蔡蘭是甚麼性格 就是假寶玉性格 跟朋友起序不起散 大家玩就… 永遠都是的 我們說打完那時候的打牌 打了兩點 再打四圈 我們再打四圈會死的 那樣的性格很容易交到朋友 是 他介紹的那些朋友 真是他的好朋友 如果全世界都有好朋友 真是奇怪 我是好朋友 好笑的 所以… 他懂英文嘛 又懂日文 他人本好朋友 那次我們做敬禮的 那次我們做敬禮的 北京方公司找到聖身太郎 他叫聖身太郎 我兩位冷靜冷靜 親密到我們是甚麼 是大牌來的 超級大牌都是 聖身太郎 你可以做盲俠的 如果你們不知道有這個人 多大都不認知 起碼有五十歲才會聖身太郎 對不起,繼續 肥肥地 好玩 他請他來拍戲 住在region 以前的region 現在的州際酒店 建了一個房間 那個房間一按 窗簾就開了 看到看到香港那邊 有一個洗澡房 就住在房間裡 他立刻就脫洗衣服 跳下去 站在那裡 蔡先生 你看對面那些人 看不看到我的嬌姐 因為傢伙就是變態 我這樣… 我這樣說 是聖身太郎先生 怎麼偉大都沒有這麼偉大 真是開心 聖身太郎 好玩 這些人都是好玩的人 現在輪到我了 但是你用了這個電話很久 我用了幾天 所以才搞不定 你用了幾年也搞不定嗎 有問題嗎 這位 是 我想問一下 黃占在這裡 黃占在這裡 是 你好 你說 都是好朋友 怎樣 你們是怎樣認識的 而且是同一時間認識的 或者是分開不同時間 有哪個介紹給你們認識的 然後認識才認識好朋友 怎樣認識 當然是不同時間 當然是不同時間 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所謂娛樂圈、文化圈 來來去去都是那一二八的人 你不是在這個場下看到 就是在那個場下看到 總有機會看到 看到就一定聊幾句話 剛才聊就聊多一點 變好朋友 不剛才聊就算數了 大家就像牙齒一樣 就是這樣子 一般正經沒有特別的介紹 黃占和你有特別的介紹 因為當時我在邵遲 所以 是的 黃占在邵遲 所以黃占幫我們作曲 什麼 我最記得就是 一聊起來很好聊 就聊聊聊聊 聊到去喝茶 聊到早上去喝茶 聊到很多東西 我也挺喜歡的 但是她一致跟我說 她以前的女朋友多好 我說你千萬不要 跟你現在的女朋友說同樣東西 否則會生氣 對以前的女朋友都不可以說 她有一次帶我去看 她跟她前妻 在家裡 她就大大聲跟我說 你看看我全世界最喜歡的女人在這裡 哇 她像是生氣 在廚房拿手帕來拍她 拉著我的圖 前… 在 艾生和艾太太吵的時候 黃占和金蓉先生 兩個人來勸她 說不要吵 不要吵 讓她關門 不讓她們進來 你說這件事 我不知道這件事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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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沒有這麼大膽和老婆吵 真的 哈哈 哈哈 你記錯了 艾太那裡聽你的 艾太和我說 艾康和他們兩個說 你們兩個都離婚的人 怎會有資格 對,你們兩個都不要老婆而已 我又沒有… 我又沒有不要老婆 你們有甚麼資格來勸我 哈哈 哈哈 她是六方而途兩次 糟糕了… 糟糕了… 有沒有錄起的 是的,那邊… 那邊… 各位 藝山蔡莎小姐,你們好 藝山蔡莎有很多書評介紹 我想問一下 例如上網有通常看甚麼 有甚麼好介紹 上網有好介紹的 你都寫了出來 上網… 上網現在大陸有很多輪探網 可以上去看看 很多很多 你以為樓園、天下、博倫那些 你看大陸人對這件事物的意見是怎樣 這些網上的言論很有趣、很古怪 好像最近北京的年輕人 在上海殺了幾個警察 網上一直叫好的 這些西山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這些互傳暴力限位來的 但是網上一直叫好的 可以看看這些 我花很多時間看這些 另外一些角度 可以提供一些奇怪的角度 我認為因為大陸警察和公安民憤太重了 平時的工作態度太粗暴了 有意義 這些我都不是大陸的生活 不太清楚 不過導演意義後 寫他被冤枉,抓到上海警察局 幸好找到他的大陸警察補出去 不是不知情 他很英俊 更加牙眼線 更加坎坷了 如果他很英俊 就進入監獄 他不敢想 有別人有話要問嗎 這位 霓先生,你來香港這麼久 最近回來 是甚麼原因 甚麼情況之下令你回來 回來之後 對香港的看法是怎樣的 請問 我說… 我說真是真話 因為我老婆飛回來 不過我只是跟著回來 不過我老婆現在又不認 我也不知道聽說 他忽然間,到我70歲以後 你知道女人自己想到一件事 你沒有人可以詭辯他 他就等到我70歲 不可以單獨在美國生活 其實我單獨在美國生活 不知道有多愉快 他就一定要在美國陪著我 他陪著我,他10個月沒有回香港 人人已經… 個個都見到他已經害怕了 為什麼你變成這樣 醫生都說他神經需要到極點 他完全不認識美國生活 他過去十幾年 他每一年回來香港 約四次左右 他申請拿美國護照那件事 那張出入的名單 那些紙牌都那麼長 四十幾次 他不肯回來 我說我陪你回來 你不回來就不行了 現在他完全是否認 我唯有說自己要 結婚的人有個好處 老婆,老婆,老婆,老婆 香港,香港挺好處 第一,看的書多,看的人多 像這樣一場 在美國的生活都挺難 我在美國10年 在美國整個星期見到的人 都沒有現在見到那麼多 但是,沙發燒了 說去很熱鬧的地方 真是見鬼的 晚上走路 忽然看到對面走過來 你會害怕 為甚麼會有人 你看 你去過很多地方 你最喜歡在哪裡住呢? 電視 我也住在香港 香港沒有一個這樣的 因為我性很急 所以我做些甚麼 我在香港就很容易可以做到 地方小,集中 買東西又快 還有那些人都習慣了 反應界 是的 那你好像去美國探 一起去 山環市的超級市場買東西 給那張二十元 給那個收銀那個 哇,數來數去 哈哈 不要啊 不要啊 真是等到 山環市那間屋 山環市那間屋大 我經常滴高 現在好 現在屋小 沒有機會滴高 因為無論是兵被清晴 當然有地方可以撐得住 哈哈 很好啊 小屋子 大屋子有住過 小屋子有住過 所以他可以 他甚麼都好 開始這樣 我最羨慕一個人來去了 現在錢又不用掛 雷子女又不用掛 任何東西都不用掛 我是 我是學他很多的 第一 他以前是浪費錢 用錢好像用水一樣用 我現在才知道我沒有錢用 哈哈哈哈 哈哈 優子女又不用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誰說你沒有錢 哈哈哈哈 你不想賺 他真的沒有錢 哈哈哈哈 結果我用錢的本事大到不得了 比我賺錢的本事 他又可以說 一路有錢可以用 沒有錢就要用 那就是拼命賺 拼命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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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不過其實呢 阿毅先生他回來香港 我覺得是有一個時間性的 因為我記得當時你剛才移民 茶山有一次說起你的房子 就是一個舞梁 之前是一個跳舞梁的嗎 是的 那他為何會賣給你呢 就是因為他不知道他70歲 他爬不到樓上的房間 他說你70歲也會回來的 他79歲 79歲那年賣一間房子給我 他很有錢 他說他沒有道原諒 我以為他跳伯磊舞 結果落水上的 原來跳伯磊大腿舞 但是他因為太老 所以走不了上房子 所以要買一間房子 他覺得一個人住在這裡 他覺得那間房子太大了 他懶得住 他有很多間房子 他搬到去 他跟他的兒子一起住 我就去家裡打個地鋪 去一個這麼大的房子 只有一個房子 真的古怪這間房子 比我更古怪 他只有一間房子 本來向著金門大橋 結果那間房子是看到的 但是他不可以向著 沒有窗的 他是轉過來建的 向著其他地方都不向著金門大橋 所以整間房子 就是有二樓他們那間房子的洗手間 廁所那裡就有一個窗口 我兒子就可以看到金門大橋 這個都是因為 都是藝康先生看得到的 藝太太也看不到 那我就打地鋪 去了哪裡睡呢 就去到有一個地下室 地下室就是 一進去 有一個梳化 看他掛了那些畫 那些畫 全部都是那些幻想畫 Make love not war 做愛、不愛戰爭 那些六十年代 即是六十年代的 六十年代的 氣氛化的小孩 要兩個房東樓梯 我藏在哪裡 他流水,流到哪裡 我以為我拿起上來 用棉盆的繩子 掛在那裡的樑上 給我老婆拿 人家也有大紅燈籠高高 那些大紅棉盆高高 那些大紅棉盆高高 現在蔡蘭 你有笑在藝康的廁所窗上 又指著自己 然後看看金門大橋的人 是否看到我 很奇怪 這間房屋能夠賣得出 真是好笑 美國買的房子很大規矩 這間房子有甚麼毛病 一定要寫出來給人知道 當我寫了有六十幾個毛病之後 我老婆笑話 誰買這間房子豈不是神經的 結果都賣得出 有人喜歡北火中辦 還有哪位 時間差不多 時間差不多了 還有哪位 是這位先生 揮手這位先生 是 聽不聽到嗎 聽不聽到 理論上不應該說政治 不過我想問一問 維康和日本人這麼熟 你覺得他們民間的人 是不是像政府那樣 軍政主陰雲不散 你說維康和日本人熟 還是蔡蘭先生和日本人熟 蔡先生… 我跟日本人不熟 和我 我經常跟日本的AV女星熟 都是你熟他,他不熟你 我熟悉他而已 不是他想說 一點一點 但是所有國家的人都有好人、壞人 我們很幸福 我們遇到那些朋友都是好人 有些人來香港也有遇到壞人 這個程度也是一樣 好了,如果沒有甚麼就… 我有個私人問題 是… 我在網上有個小女孩說 今天會來,說會對著我傻笑 為甚麼我看不到 是哪位… 沒有了,對吧 大家一起對著她傻笑 那就是小女孩 小女孩這三個自己難得 好了,謝謝各位 謝謝,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很感謝各位三位嘉賓 很感謝各位觀眾 今天抽空到來 這個活動是由天地圖書 和貿易發展局合辦的 現在請傅敏小姐 贈送紀念品給我們三位嘉賓 首先有請魏康先生 有請蔡蘭先生 有請蔡蘭先生 謝謝 好,謝謝 好,謝謝 有請蔡蘭先生 有請何嘉麗小姐 謝謝 謝謝,謝謝 副小姐 接下來這個環節 有一個簽名的環節 如果不需要簽名的觀眾 你可以由這邊出去 如果要簽名的朋友 首先在這裡 由這邊開始 就可以排隊簽名 手秩序一點 在這裡排隊 麻煩請請在這邊排隊簽名 怎麼樣 你看到些人 是啊,很快 是啊 如果想快點簽名 麻煩各位排隊 坐在原位先 好嗎 不好意思 為了一會兒 這個簽名的時段 更加順暢 各位或者先坐下 好嗎 我們在這邊 慢慢續航續航 這樣簽名會快一點 好嗎 那左手邊的朋友 麻煩你先坐下 謝謝 好嗎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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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小姐 想指正在哪一頁簽名的 先決定那一頁才好嗎 這樣會快一點點 謝謝各位 小姐在後面排隊 你們現在在後面排隊 謝謝 謝謝 請到後面 我想去 好玩的 我後面拍吧 謝謝 藝先生不如找你三千元 等了十年 好 好 好 這個大陸版 寫個陣營 谢谢观看